LiuTV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否听过 宇宙其实是一个黑暗的大森林 每一个星球 就像一个拿着枪的猎人 在森林里面一步一惊心 万日被人知道自己的地标 就只有死路一通 欢迎登入 黑森林 渺渺惊心 杀到埋身 黑森林 以下节目内容 涉及成人及惊吓情节 奉献一句 中文大开 小心神入 其实一进入11点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进入了 预兰节的正日了 这个中国的 中元节快乐 虽然今天没有请中元上来 直播室里面 今晚仍然是人才仔仔 今晚的黑森林 有出体倾 有中元出体倾的即期 关什么事 还有我们的鬼谷王 Hello Hello 还有我今天南和人上身 今天要南和一番 仁仁大师 仁仁大师 还有今天邀请到一班好兄弟和朋友上来一起做节目 大家留意一下 中间留了一个位置给他 给好兄弟和朋友 这个位置是花家姐的 留给他 多个人多相快的 今天黑森林的题目就会说八鬼夜行 好像很日本化的名字 但其实不是说日本的鬼 会说很多不同的鬼 地道一点 因为今天是鬼节 所以我们尽量讲 一定要讲鬼的 我们可以澄清一下 因为一般香港人都以为所谓的余兰节就是7月14日 但其实7月15日才是余兰节 上次我们那集鬼门关提过 再提一次 不要嫌我烦 其实给大家用一个很好的方法理解 你今晚当是平安夜就对了 明天就是圣诞节 你用这个想法就对了 何时是博姓爹 博姓爹 你喜欢什么时候就可以 为什么呢 正宗的余兰节 叫余兰盆节 应该是7月15日中元节 其实真的有名字叫孝亲节 就要来孝敬你的亲人先人 在那个日子 为什么会在7月14日做这么有趣呢 香港人就是 因为7月14日的神功戏 这一场戏就会横跨这个时间 就要来给我们的好兄弟和朋友在那里看 所以做余兰节就提早一点点 就会在7月14日那晚做这些仪式 接着7月15日就迎接余兰节 就是入到指示的时候 所以就用这个方法 好 谢谢鬼故网 如果大家有听上一次 讲鬼门关的那一集的时候 应该都知道了 其实农曆七月就是大好月 应该刚刚相反的 我们被人困了几百年 由朱元璋开始困我们 因为朱元璋自私一些 未必有关他事的 这是老伯温教的 大好月就留给皇帝去用 那我们的平民百姓就不要用了 就被他困了 现在已经没有皇帝这件事了 不过呢 但是洗不了底了 那些人已经习惯了 而且有时候人的信念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如果几百年来 那些人的信念都觉得今天是有鬼的话 今天真的有鬼 那应该就是有鬼 没有了 香港人已经去到化境了 是不是 清明都可以开派对 现在没有什么不做不到 当然了 就是俗语有云 留在拜山才说 是不是 是不是 好了 那就留在什么 ok 你很难说的 因为香港要担心的鬼 就未必是虚无缥缥的鬼 是不是 在哪里没有鬼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只鬼 没有自己一只心里面 鬼是没有 没错 今天真的是鬼节 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是用 网上的方式来收听 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 就帮他们留意一下 如果随时看到 例如即其背部有没有东西 就立刻打电话来给我们 而且收看不到也是正常的 收看不到也是正常的 如果看到有些雪花朦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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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建故障也是正常的 如果你听听一下突然间剪掉的话 好了够了 够了 你知道吗 我们够了 已经有听众说 希望没有这个好兄弟 搞一号耳机 就是你这个 但我已经想说 今天不是搞一号机 今天是部部机 今天是直接搞的 好了 说到这里 如果各位有什么奇怪的发现 或者觉得我们说的鬼不够猛料的话 那你们就可以打电话来提供给我们 我们的电话是 1872111 没错 我们的通灵热线是继续开放的 如果各位对这个题目 白鬼夜行 有什么意见 或者你有鬼故提供给我们 随时欢迎打来 现在已经可以打来的了 另外我们的Facebook也要提一提 我们的Facebook现在有4393个like 是呀 是呀 非常之好 应该有加S likes 对啊 likes likes 对啊 很lice 好了 如果各位想成为我们的粉丝 或者支持我们的一份子 那你可以登入各下的Facebook 然后输入DBC 黑森林 找到我们的专页给我们一个like 我们的专页有很多东西看 有各地的灵异古怪事件的资讯 还有每一晚的节目预告 你都可以在这里看到的 就是这样 你们还有没有东西跟听众说一下 谁啊 没有 你先问谁啊 你们 你先说清楚你们 我都说过有很多朋友在这里 我说是 真的不要乱说 我们一会很晚回家 因为来 你做了很多坏事吗 白鬼夜行这个题目 他明明是讲我们的 我明明是讲鬼谷王 白鬼夜行 白鬼厌夜行 今天节目组合 应该再收拾 所有有鬼字头的主持人 今天很厉害 我看到Facebook 不知道哪里看到 人鬼神 人鬼神 今天应该不要阿KING 人鬼神 人鬼神 人是人 人鬼 和职其利养神 人鬼神齐了 人鬼神也齐了 多了你啊KING 没所谓 我会负责 你们三位主角 没所谓 话说我们来的时候 已经看到 周边有人烧街衣 其实我之前没有什么留意 原来真的特别多 省银在地上 你有没有收拾吗 经过上市之后 他已经不敢收拾 我们一起烧啊 有没有想着唱散字 你不是想着唱 放下一元之后收拾 你一个人喝门酒 你一个人烧街衣 不如一起 我都带了代来 有没有 其实有没有有这些呢 鬼故王 这些是在南瓜方发生 你一起烧啊 有个盘谈谈谈 以前我们只有这样的 旁边的轮士一起烧 不是啊 是看到那些衣纸 烧到灰色黑色的时候 就是飘下飘下的 不敢踩 不敢踩 那会不会飘过来的 是啊 避开它 是避开它 也有说法 你踩到的衣纸 就会跟着你的 是吧 你有没有听过 所以我不踩 你有没有想过 第二天清洁的那些 那怎么办呢 不知道 我不敢掃啊 不行啊 我要休息啊 不啊 离奇地就是 如兰节那天 烧完街衣 第二天是没有了那些衣 没有了灰 究竟是不是有人回收 是拿去洗 大风吹散了 你們会多了些心啊 真的 說真的 有些事情 你不要不相信 不過我今天 上網無意中 看到一段片 都挺有趣的 最近都有很多片 有个所谓 冥界的经济学家说 叫凡人不要再不停消息了 因为你们会搞到下面 通胀 通胀 因为现在下面的面额 已经去到一亿亿 千万千万去 你不断烧下去 那下面就很惨了 整箱全箱都换不到一条面包 所以如果真的想烧东西 不要烧钱了 应该烧些实物 有什么推介 有什么推介 有没有新出品 有没有新出品 有没有投行榜方面 排首位 就 说什么 其實这些事是还心愿的 觉得需要的 就笑 我覺得追得上 那是什麼守衛是什麼 你說出頭的拳 你無緣無故解決了 我回答不了 你回答我後來是要聽爆我 我很想知道排守衛是什麼 我覺得如果追上潮流應該燒兩罐奶粉 下面會不會搶呢 不是 我最近接了很多雀局的命令 是嗎 知不知道什麼叫雀局 是什麼意思 不是就這樣一盒起來 有桌子 有桌子燈 有三個魚腩 胸口是魚腩 三個字 另外有一張吉凳是給先人坐的 挺好啊 這次是泡沫 打牌套餐 因為他預備了人書籤給他 預備了魚腩給他 要燒籌碼 設計這個有點老 那如果King死了我們應該燒什麼給他 是不是燒電台給他 Cream 什麼Cream 阿King的不是Cream 不是Ice Cream的Cream 是Cream 沒錯 所以要燒支Cream 隨便 讓他潤滑一點 等一下可以舔 為什麼要舔 這個Ice Cream是要舔的 是這樣的 如果你的先人想打牌 不要燒直奇 為什麼 打得很慢 而且他會說 拜拜 哈哈哈哈 渺渺驚心 殺到埋身 黑心了 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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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思議 檔案 大家都喜歡錢 這個不分人還是鬼 都喜歡 所以我們的生人 才會燒這麼多錢 給先人 對 如果有些先人 去世的人 得不到這些衣紙 他們可能會怎樣做 會不會打劫呢 會不會打劫銀行 紅起上來很難說 人家有得洗 我沒得洗 這裡在台灣發生了一宗 疑似鬼打劫的事件 可不可以這麼說 疑似這個 疑似戒款車蟹劫案 疑似戒款車蟹劫案 這輛車 就裝滿了金銀衣紙 我想那裡至少幾十萬億 不知道幾十萬億 不知道幾十萬億 多少兆 還有很多個單位 所以不懂得鎖 一車已經可以解決美債危機 在22號深夜的台灣某條快速公路 突然間起火 沒有人搞它 沒有人碰它 而且只是燒了 它是一個貨車 它只是燒了貨櫃裡面的金銀衣紙 而車架是沒有受傷的 而人員也沒有受傷 司機也沒有受傷 只是早就夠火 不知道 那戒款員也沒有受傷 有些民眾氣稱 會不會是那些好兄弟 等錢花 所以拿來搶他們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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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知道那時候 那時候 衣紙的車 自動起火的時候 會不會真的很多 好兄弟 在旁邊 撿 撿 不知道 消防隊 有些人說沒有注意到火苗 但是也不排除 可能會不會是民眾 亂扔煙頭 所以才不小心燒著 其實我這件事 想起了一些事情 是嗎 你試過 有時候在殯儀館 其實是危險的 那些人 有時候打完災 開始燒紙窄 那些工人就會把紙窄 拖進貨車 其實我有時候在想 我一直以射煙頭進去 然後他一關門 一上去 一上到頂樓就 搞定了 可能那個人行善積� 不小心燒了那麼多衣紙 其實為什麼這輛車 會運到那麼多金銀衣紙 原來這輛貨車 是回收全部廟宇 就是台灣各地的廟宇 那些信徒 拜祭完之後的金銀衣紙 有些是沒有燒的 就是 收回來之後 準備到某一個時辰 就統一一起燒 這些都是善信的心意 來的 其實始終都是會燒的 誰知道這輛車去到半途 太過心急了 對 都是我們的 拿給我 給我 給我 其實消防分隊的小隊長 都有點不太安樂 哎呀 如果我救了這場火 會不會 好兄弟 他們就收不到 好兄弟拿不到錢 來追我 哎呀 這些錢濕透用不到 這樣就可以燒了 不過他 不過他說 你的意思就是 如果有一間紙紙舵 火燭 消防員不應該去救 哈哈 如果以你的理論來說的話 但是消防員就說 都是我們消防員 我們盡我們的責任 都要把那些火救息 沒錯 不過沒事 一些 人命的傷亡都沒有 只是一些 紙錢 就燒了 可能真的冥冥中 真的有些好兄弟來拿錢 但是他吞小了一輛貨車 那就沒辦法了 燒了下去 他沒有燒到車架 成本會不會大了一點 連貨車也燒了下去 令我想起 前陣子 我們灣仔這裏 不是跌錢的 那個借款車 然後那些人就去收拾 連他不貪錢的 花花姐姐都不斷說 其實證明他很大 他在丟心 他在說 沒有人下去 這個 所以 這個運鈔 就是冥通的運鈔車 就是 突然間失火 會不會那些鬼 某些鬼貪心拿了之後 下面都會判他 就是 我們這裏不是判了 判了坐牢嗎 不知道閻黃會怎樣判 不知道閻黃會怎樣判 就是 不是你的 如果你知道的話 你可以打上來講這件事 OK 我很想知道 是不是都是那個電話 要不要打什麼字頭 有沒有別的電話 加字要打這個 加字 要打一個字頭才打到 五十萬條線一個人接聽 對 一八七二一一一一一 怎樣 我以為你想賣廣告 我以為是圓 我以為你想賣廣告 那世紀的 搞什麼呢 大家猜一下 不如大家猜一下 這個運鈔車 其實有多少金銀衣紙 猜啊 猜啊 有沒有範圍啊 三十五噸 不是啊 他說的是 他們不是像我們那樣 一張張的面額 是啊 他可能是金銀 他只是金銀紙 他沒有面額 你很難猜 一噸已經是很厲害 三五噸 對 三五噸 你當他真黃金來計 三十五噸黃金 現在是三十五噸的東西 黃金 如果下面有美債危機 應該一夜搞定 算了吧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不可思議檔案 講到這裡 其實我們今天為什麼會說這個題目呢 很明顯是因為鬼節的正日 花家姐也找了一份資料給我們 就是原來有個傳言說 原來那些鬼是有不同的顏色的 有不同的顏色的 一般的靈體這份資料這麼說 不知道有沒有大師 或者陰陽眼的朋友 可以認證一下 一般的靈體是什麼顏色呢 一般的靈體大概都是白色的 平時經常有些鬼片 看見有人穿著白袍 或者一團白煙 一團煙 通常就是那些 這些就是普通的鬼 最普遍 就是精子 就是白袍 原來它是很普通的 它是很普通的 很普通的 不是勵鬼 那勵一點呢 再高一級 就是分等級 我想是要法力的問題 再高一級 鬼力的問題 就是 鬼力 不是應該是什麼 那些名詞 開始開一些 下一代給你 就是禍 鬼力 有的 不過不是叫力 其實就是 靈力 我信鬼故往多一點 鬼也叫鬼通 鬼通 鬼通 鬼力 鬼力亂神 差不多 那什麼意思 天神和鬼神 分兩種 天神就是我們擺開神 天神 鬼其實也有鬼神 鬼神 哪些鬼可以叫鬼神 它有神通的鬼 就叫鬼神 好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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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就是最低級 最普遍 最高一級 就是 青鬼 就是綠色 青綠色 鬼片 青色我以為是善良一點 為什麼 西蘭花 整棵西蘭花 很陰森 我以為紅色是最猛鬼 然後青色是最輕級 白色是中級 白色是比較普遍 普通人 白色是比較普遍 青綠色就叫做攝青鬼 有陰陽眼的朋友 就會看到這些靈體 多數都是青面鳥牙那些 通常就是生前慘死 有怨念那些 另一種說法就是 死後戰屍底的話 很多時候就會化為這種攝青鬼 等等等等 戰屍底是不是真的有這個 戰屍底 我不知道 可不可以詳細解釋一下 戰屍底是甚麼意思 你又叫人解釋 你自己說完 好厲害 其實戰屍底是一些作戰的說話 以前古代真的有人會這樣做 要你戰我師弟 是一種報復的行為 但是久言久之 這些人就變成一句說話 多於一個行為 他們利用古時有一種行為 化成一種怨恨的說話去奏你 算是一種懲罰 我以為他真的會解釋給我聽 是戰屍底的情況 原來他不是 算是一種懲罰 他是這樣戰法 以前有一些貴族 他覺得他這樣躺在那副棺下 就不行 他副棺下就要找其他人 就佔在那副棺下 才下副棺下 哦 即是皇帝要找人陪在江裡 不一定是皇帝 是一些貴族 他會有這樣的習慣 那個是生還是死的 有生人有死人 視乎那個朝代他們會用生人 還是死人 現在我們就用陪葬三婦墊底 那些是戰屍底 我在想弄個催氣公仔墊底 可以嗎 不是真人也有個假人 陪葬底 不知道有沒有用 即便笑到 但如果爆了怎麼辦 不知道 那些皇帝一定是找 燒多一個泵氣的東西 那些皇帝一定是找些美女 再厲害一點就是紅色 紅色就是麗鬼 之所以說 有些人特意穿著紅色衣服來自殺 就是因為紅色鬼 就厲害一點 兇惡一點 亦都比較難超渡 我等下有個都市傳聞 這個禁忌是關於紅色衣服和黑色衣服 真的嗎 那我們再說黑色 真的有黑色 黑色通常是有能力和有使命的 例如死神 傳說中的鬼差 這些都會穿黑色衣服 其實跟西方的說法都不謀而合 西方的死神就穿著西裝 難怪你經常都穿黑色衣服 我還以為是誰說的 是黑色的 那又不是 渺渺驚心 殺到埋身 黑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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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是 DBC數碼電台旗艦台的黑森林 你為何要想 我不是想 我是一口大氣營造的氣氛 你一口大氣再說快一點 剛才說到這個黑色的鬼 如果你真的遇到這個黑色的鬼 我想你要小心一點 因為他的靈體的吸數和能力 已經比紅色的麗鬼還要厲害 不過他們是有自己的使命和原則 那是死神來的 你未到死期的人 他不會強行帶你走 不過如果你遇到他 你就死定了 可能 就差不多是時候了 好了 還有一種黃色的靈體 又是什麼呢 黃色的靈體 嘩 厲害了 黃色的靈體 已經是超越靈界這個層次 成了魔 那個形態 就跟怪獸差不多 即是魔獸 可能不可以 靈界 就是超越靈界的層次 對 可不可以叫神獸 又是黃色 對 又是黃色 那比卡超是鬼來的嗎 不是 是寵物小精靈 是精靈 精靈都算是鬼 形態和怪獸差不多 那Q太郎是鬼來的 Q太郎是鬼 所以是白色 所以他能力低一點 沒錯 黃色的包括什麼呢 例如一些山精妖怪 我想跟西遊記 或者風神榜裡面有關 魔神 或者修羅等等 都是黃色 有一個超越靈界層次的能力 他們會不會打架呢 不知道 會不會有這些呢 你講的是 黃色 其實這個顏色 我本身覺得有點奇怪 聽起來好像人家在遊道和空手道 那個帶子 那條帶子不同 是黃色的位置錯了 你想想 你一路一路上 最初是白色先 黃色 然後上去上去黑色 黑色之後 下去黃色 其實黃色 如果在打架那裡 黃色就沒有理會去到這麼高層次 如果照計就沒有 你用這個鼻子 因為是這樣說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這個鬼的顏色 大家就聽一下算 我也覺得 因為跟一個事實 不要說是事實 因為大家不會知道事實 跟我們的認知可能會有一點出入 至於我們自己本人的經驗又怎樣呢 或者一些比較傳統 正式 正宗一些的說法又怎樣呢 我們稍後再跟大家慢慢分享 不過現在我們 因為現在還是這個餘蘭節 我們請人哥仔 講講其實賓儀街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過節方法 過節 過節 我和你真的有點過節 魚蘭節都叫過節 魚蘭節都是24節戲其中一個 所以都叫過節 魚蘭節都會是24節 不是嗎 不是嗎 你有他暗爭為故網 他已經傻了 不行啊 現在這樣說了 24節戲 就會被人圍攻 那我幫我跟證一下 麻煩你幫我跟證一下 麻煩你幫我跟證一下 你是不是去了那些什麼 第25個區域 那些 你們的棚是這樣的 有一個說錯話 然後有一個回答 這樣 你們都是這樣的 那人哥說一下 怎麼過節 其實我們殯儀行 那一行 其實跟一般外面的行業 都是一樣的 都是每逢 魚蘭節 就會燒一些街衣 放一些製品 那當然 大家如果有留意到 你就這樣一般的家庭 下街燒的份量 跟一些商鋪 例如一些 另類的行業 麻雀譜 桑拿玉室 甚至乎我們殯儀業 大家都會看到 那個份量和排場 是大很多的 是很不同的 是大很多的 所以 其實 其實原意都是一樣的 原意都是 叫做 他每年做 又要製造優雲野鬼 大家幫幫忙 因為你也是吃那一行飯 一年整餐 很厲害 給大家享受 那種 正老的事 我不說太多了 到處都聽到 我再說一些 我們自己的行業 通常魚蘭節 還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會做 還有什麼不做 例如安徽上位 正常來說 出殯落狀 都不會做 但是 因為現在香港的 社會條件關係 其實都會 被迫都會做 沒有人會再理會 為什麼不做 但是 因為鬼節 有很多日子 是不會特別容得的 包括 一些空日 對 還有 是不適宜做這些 相傳傳統都是這樣 包括除了出殯之外 還有很多叫做安徽 入土 執骨 這些都不會特意去做 因為我們這些 叫做白事之中的熊事 新舉入伙 這些 叫做找一個新的地方 去安葬 這些叫做白事之中的熊事 都不會特意選擇 七月份來做 有些等得的會過完才做 但是出殯這些 不能等得的 先人的遺體會變臭 所以都會照樣 但是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們也會有一些 叫做特別的儀式 會做 平時 大家會看到 神功器這些 這些東西 也不是殯儀行做的 每個地方都會有這件事存在 我們會做一些 叫做附戰 附戰的法事 是給一些 先游了的先人 或者一些祖先 是一些 叫做 做一些 一年給一次 特別是專注給他的功德 嗯 那附戰的意思 就是 因為凡是祖先 或者甚至乎 你的 總之是 不是現階段 近期過世的 都 叫做出殯的 都叫做附戰 附戰 但因為我們有分正戰和附戰 正戰的意思是 給一位先人 今天他是主角去做的 但是你做這個 附戰 這個附戰的法事 如蘭法事的時候 其實 全部都是附戰 即是搭不搭成 對 搭在一起 沒錯 沒錯 所以 就算走了的 爺爺麻麻 那些都叫附戰 亦都是祖先之一 做這些法事 簡單來說 開個大派對 開個大食會 讓他們去參加 只不過是 有名有姓的意思 不像街邊燒街衣 無名無姓 這是我們這一行 有些不同的地方 而且會專門做的 除此之外 這一行 余蘭節 都沒有特別的事情 會搞的 但是 我是有少少 今天找了少少 大家生活小百科 余蘭節的生活小百科 對 即是吳行那些 吳行的 因為平時 我們每年都講禁忌 通常都是講禁忌 因為我們都講得臭 其實原來有很多禁忌的事情 大家不知道已經融入 在你生活家中 是嗎 內行人才知道 不是內行人才知道 其實你細心點去留意一下 其實我們已經做了 你們已經有機會做了 已經做了 已經做了 其實我今晚晚上說鬼故 今晚你說嗎 哎呀你爆了 說不定我們一八七二一一一 聽眾打來講 都可以的 我預計你們聽眾打來 沒有的話 我就補償 這樣解的 行不行 你後備 你這個死人鬼故隆 真的 好了 接下來 我講少少 大家 小心點 小心點的事情 注意一下 不如講一講 洗衣 這個問題 關什麼事 洗衣也要小心 不要洗白色衣服 這樣也不是 其實有師傅教導 指示 即是七月節 指示是一個陰陽交替的時候 陰氣特別重 如果在這段時間去洗衣服的話 我機洗行不行 那就一定機洗 但你洗完會浪 衣服是潮濕的 陰靈 其實最喜歡躲在這些地方 那些濕的地方 那你就會說 你的衣服會乾的 乾了就沒事了 你錯了 師傅說 師傅說 乾了的話 其實你收了那些衣服 就是將陰靈 可能帶回入屋 這一點大家注意一下 你說是否一定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生活中融入的東西 那大家避忌一下 你全日那麼長 流流長 都沒所謂 我用光衣機應該沒問題 沒所謂 大家以後 晚上11點就洗衣服 每個晚上11點洗 日後不要洗 真的 激氣 好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我們的好朋友 黃醫生跟我們分享了 嚇得我 你剛才第一句 我們的好朋友 黃醫生 黃醫生 下一句 通常就會說 離開了我們 哇 人哥說的 人哥說的 黃醫生聽著 澄清一下 離開了 有什麼問題 因為黃醫生 其實他是 我們星期四晚的捧場客 其實他每晚都有聽 是嗎 難怪那天他賺我good show 所以黃醫生一直聽著 一直很肉緊 想參與一份 黃醫生說 他看著你 看著你 他說 他透過鏡頭 已經看到你的手 已經康復了 對 他透過螢光幕 不要啊 沒事啊 什麼啊 螢光在一起 黃醫生也分享了一件 關於燒金文醫子的故事 黃醫生不是教徒來的嗎 對啊 不要問大家 好啊 他說最近有個醫生同事 工作的時候 看到有一個醫院前線的員工 推著一架類似餐車的物體 以為上面應該是放鮮奶 餅乾之類的東西 再看清楚一點 原來是金銀醫子 有沒有嚇到 有沒有嚇到 有 你反應大了一點 然後呢 誇張了一點 做作一點 浮誇了 金銀醫子啊 夠了 接著呢 再在某個病房裡面 又看到有個護士 就貼了一張通告出來 他就邀請其他同事 一起合錢去買一些金銀醫子 和一些製品食物 用來做什麼呢 用來做他們祈福 希望同事在醫院裡面工作順利 最後呢 也有很多護士和前線的員工 參與這個活動 夾錢 但是呢 醫院裡面是不可以燒醫的 其實也不知道在哪裡燒好 臉房門口 是不是 有些醫院的臉房門口是可以燒醫的 OK 但是他就說 不知道誰說 製品經過病房就有效 製品經過病房? 不用燒啊 就是推過病房巡迴一周 就已經有效了 他這樣被人騙的 不知道 不知道 他身為醫生這樣被人騙的 但是呢 這樣的做法呢 其實有不同人有不同說法 有些人又說 你胡亂燒 無目標燒 其實呢 反而惹了回來 其實我覺得這樣 這個我有少少認識 因為我都在不同醫院做 對 練房那一部分 其實呢 因為你其實很要看你的醫院的宗教 對 因為有些叫佛教醫院 其實真的有本身駐場的和尚 定期去灑靜 去不同的地方 有誦經 當然有些天主教 基督教 有修女 神父 牧師 遠道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角色 都是做的 那個意義都是一樣的 令到平安而已 那件事都是 但是 如果好像黃醫生這樣說 真的推著餐車 有金銀衣紙 在裡面 這樣也挺害怕 有個豬頭 有些製品 有棋子餅 生果百包 就是這樣 會不會是 其實搞錯了 那些是送給病人吃的東西 不知道 除了橙送給病人吃之外 不會有米酒 會不會是在清潔車 收拾東西 收拾來用什麼 去清潔 周圍在醫院範圍 有什麼收拾 為什麼醫院範圍 為什麼會找到醫治 醫院附近有人消醫不出奇 黃醫生 你看到這裡的情況 如果你不想這裡繼續爭拗 因為你黃醫生 我們現在開始有 你打電話來 你直接打電話來跟我們說 你直接打電話來跟我們說 澄清一下 他們幾乎是打架 我按著他們 好了 人哥仔 不如你再聰明我們幾夜 這個愚難節 不要說我聰明 的生活小常識 是這個師父聰明的 好了 還有其實 我們大家有時候都會 叫做 看說誰好聲 繼續 繼續 說什麼 這個叫做 穿衣 那方面 穿衣 穿衣 穿 七月節都有Fashion 不穿 怎樣配搭呢 其實師父教導 有兩種顏色 是很容易惹到靈體 是嗎 是的 但是也要撞上那個時間 才會惹到 再加上你的 時神八字 那個叫什麼 那個運 高還是低 時運高時運低 你自己說完 我看見鬼故隱很不滿意 那個樣子 我很開心 你又想問我 然後你自己回答 時運高時運都自己回答 我當然了 我一看到你又想 你又嚇我了 還是不要我自己回答 我真是聰明的 你問我又不讓我回答 就自己回答 然後就是指示 11點到3點 現在已經是 對 容易惹到靈體 是黑色衣服 哎呀 但放心 但放心 你們兩個有Logo 我不知道 她說是全黑 還是 你是有Logo KING也看到 有點邪邪 有一個紅色的位置 好 那我再說下去 你更害怕 是嗎 然後到3點到7點 醜事 鬼呢 鬼魂最喜歡的 就是在紅色衣服上面 哎呀 沒有在紅色衣服上面 跟著紅色衣服的人走 哎呀 都不掉了 KING 所以大家 有寧可遜旗 你一跳兩個時辰 從3到7 醜人 一個是1-3 一個是3-7 兩個時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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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然是兩個時辰 這不是一個時辰 不要理他 他這樣說 一個時辰 兩個時辰 我現在有兩個時辰 我現在有兩個時辰 林醫生你們做主 可以了 這個就是當小小的三馬 我們還有時間 沒有了 你還有十秒 你還有十秒 我還有十秒 祝各位魚蘭節快樂 你好像完 我們的節目 不是的 我們先聽完首歌 聽完歌回來 繼續和大家分享各種鬼的知識 有否聽過 宇宙其實是一個黑暗的大森林 每一個星球 就像一個拿著槍的獵人一樣 在森林裡一步一驚心 萬一被人知道自己的地標 就只有死路一遍 歡迎登入 黑森林 廟廟驚心 殺到埋身 黑森林 以下節目內容 涉及聖人及驚嚇情節 奉勸一句 中門大開 小心送入 剛剛過了凌晨十二點 你在聽的是 DBC數碼電台旗艦台的黑森林 直播室內今晚繼續有出題 職奇 鬼故王 人隱大師 今晚我們的題目 就是百鬼夜行 很久沒有說過 趁今晚鬼節 我們沒有說過關於靈魂出體的資料 所以今晚忍不住終於又要說 要爆 因為我們自己親身經驗 比較可貴 剛剛講完一份網上的資料 就說不同的靈體有不同的顏色 我覺得 都 有些真有些假 或者 跟我們的經驗有些符合 有些不符合 因為我覺得 那些像是 傳媒電影 有點像 孫兒 所以 有少許 那種感覺 直入了腦 大家覺得是 例如 鬼是青色 很電影的 這令我想起一個小插曲 那時候 未興智能電話的時候 手提電話的網子是綠色的 我試過 我看電影 我坐後面 突然有個女生在前面 轉過來的臉是綠色的 原來她開著手提電話 轉過來 找她的朋友 哇 我玩 這麼晚 你年輕人沒有玩過 用電筒照著自己的下巴 有 當然有 但那些是假的 就是綠色的 但那時候 你真的沒有試過這樣玩嗎 那時候 還沒有這個 顏色的電筒 還沒有這個大發炎 還沒有這個發炎 好了 至於我們 靈魂出體的時候 又會看到什麼 很多人都會很疑惑 說靈魂出體 你也好玩 很邪 如果靈魂出體 如果靈魂出體 看到一些恐怖的東西 怎麼辦 會嚇到自己 我們靈魂出體的時候 可不可以叫做 秘技 又不是叫秘技 其實我們通常 例如我去開班的時候 教課程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說得好聽 那些我們就不叫做 鬼的 或者鬼魂 我們叫做存在 就是說你出體的時候 靈魂出體的時候 你可能會遇到 一些不同的存在 就是這樣 那很多時候 我會跟學生這樣說 就是不需要太過擔心 或者不需要太過害怕 因為呢 有時候你出體的時候 你自己想什麼 或者你的思想偏向 哪一方面 你很有機會 就會看到那方面的東西 這個也是你的念頭 就會吸引了 你見到的經驗 其實是這樣 我們出體的時候 其實絕大部分時間 見到的 真的會見到其他存在 但見到的東西 就未必真的需要害怕 那我們出體的人 就會將 我們見到的存在 分成四大類 那第一類呢 就是這個 第一類呢 就是 你和我 都會 有機會 有機會見到 最普遍的 就是 叫做夢看 叫做夢看 其實 都是在做夢的人 發夢的 生歐歐的人 就是 你和我都有機會 做過這種存在 因為 有個這樣的說法 根據我們的研究 和經驗 其實每個人 在做夢的時候 會有某一個部分 是不知不覺地 離開了我的身體 我突然靜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很入神 聽到你說 但我想再 我再問 多一點 你的意思是 叫做夢看 是有一個人 譬如鬼鬼王 他睡了覺 他做夢 你們出竅的時候 就會見到他做夢 那個 有機會 那個部分 原來 我們每個人 做夢的時候 有某一個部分 就會離開了身體 而那些經歷 就是你的夢 就是這樣 我們出體的人 某個程度上 某個程度上 某個層面上 是和這些 在做夢的人 共用著 同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是有機會 看到的 那又沒有私隱 又沒有私隱 你通常會見到 所謂的夢體 都是混混樂樂 自己做自己的 對 但你們有知道 但你們是否記得 記得 如果出體的人 當然記得 這個出體經驗 我還想參加你 那裏 那就好 突然間害怕 我腦子也想了 很多不正常 那你見到就怎麼辦 見到就沒什麼問題 其實 你出體的時候 靈魂出體的時候 落到街 可能整個街都是人 好像旺角那麼旺 但絕大部分 都是在做夢的人 因為這個地球上面 大概70億人口 基本上 理論上來說 如果每一刻 你出體的話 你會見到 起碼地球有一半的人口 是在睡覺的 所以絕大部分 你會見到這些 所謂的夢體 有個特徵的就是 論顏色來說 他們是接近灰色的 比較蒙茶茶一些 比較蒙茶茶一些 有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因為他們在做夢的時候 或者你們在做夢的時候 基本上 夢裡面的場景 或者其他人物 就是你的潛意識 創造出來 給你去經歷 所以我們就見不到這些 當我們出體的時候 可能會見到 例如鬼股王 他在做夢自己在辦公室工作 我們就見到他做打字的動作 或者 或者 走來走去 就是 工作 可能他打字 我們就見到他打字的動作 但是 就未必見到那個場景 或者見到電腦 或者鍵盤 但你會影響到他的夢 改變了他的夢 有機會 有機會 因為 如果我們特意 在他面前 陰陰養養養 或者引起他的注意力 甚至乎跟他聊天 喂鬼股王 你記住 你現在做夢是見到我的 這樣 有機會會換醒他 會嚇醒他 參與他的夢境 真是慘 我終於知道原因 上次發夢錄合彩 去到第三個號碼之後 影響你 然後就無緣無故被人影響 然後醒了 吵你 先給我一個號碼 只有三個 在夢中打他 下次吧 這個叫做夢體 最普遍的 也不需要害怕 因為那些都是活生生的人 日本有個名詞 這些叫做生靈 生靈 即是當你還在生的時候 那個靈體 當然 如果我們中國的道教 這些就叫做陰神 即是發夢的時候 出來的靈體 陰神 是 陽神的朋友 這個名字型很多 型很多嗎 是嗎 都很普遍 很普通的一種方法 你又叫陰神傾 你讀聲一點 麻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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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了一條你讀歪了 被人頭三 好了 另一種呢 第二種呢 我們就叫做亡靈 就真的是 剛剛死的那些 離開了世界的地球人 很想見 很想見 很想見我媽媽 亡靈 我想就未必會見到 亡靈 亡靈 通常是指那些 離開了世界 沒多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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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有個說法 籠統一點 其實我不可以確定 真的這麼準確的 大約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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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如果根據西藏生死書 的說法 死了之後 其實分很多不同的階段 我可以跟我的客人說 如果你們剛剛離開了一個親人 可以參加我們這個殯儀套餐 包含這個探親人 頭七天就會比較接近一些 我們的空間 如果過了七天之後 他可能會去另一些階段 我們就沒有那麼容易見到 大師想問問 這個亡靈方面 你看到他有沒有意識 還是他無意識地漂流 其實可以說 都有不同的 不同的情況 因為有時候 那些亡靈的死的時候 那一刻比較震撼一些 他就會 比較呆了 在當場 因為那個靈體 還是被死亡震撼著他 就會比較 就 害怕一些 他自己也會很害怕 還有很茫茫然 他有時候甚至乎 不知道 我是不是 為什麼我會這樣 為什麼我會在這裡 懷疑自己是不是死了 但是你可不可以走過去 你可不可以走過去 我們可以走過去 我通常會跟一些 學生這樣說 有個心理準備 如果你看到這些亡靈的話 你會有個很特別的感覺 你會馬上知道 最近次的感覺 我形容就是 你可能會覺得 背部涼涼涼涼 有些毛骨送然的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亡靈 死了不久 他們對於死亡的恐懼 仍然在他的能量場裡 如果你走過去 你就會沾染到這些感覺 你就會 打爛陣 你感覺到死亡 就好 有經驗 是不是 下次 聞到這股尾 就知道自己是埋單 可以這樣說 如果說亡靈 如果說能量場的顏色 都是真的 有點青青的 會不會跟我們自己 固有的觀念有關 我就不知了 感覺上 真的青青的色 還有第三種 就是這種 第三種 就是我們這些 出體者 究竟靈魂出體的人 有沒有機會見到靈魂出體的人 是 撞到會不會打招呼 先喝茶 沒錯 是有機會 但機會是 小之又少 小之又少 很罕有 極之罕有 可以告訴大家 我有20年的靈魂出體的經驗 其實 遇到大家 都是出體者 出體者 的情況 都是兩次三次 因為實在 這個地球的人口之中 實在太少 百分比 懂得出體 而又 間中會出體 你那晚又遇到一個出體者 簡直是跟六合彩差不多 不是啊 我有一個問題 你約在一起 例如你約職旗 今晚在一起 上台立刻出體 這樣有機會 碰到你 約好的 上台立刻 上台 表演一下給觀眾 究竟行不行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再和大家 否釋一下 但我覺得理論上可行 實際上是很難的 不是啊 我真的想你試一次 你約兩個一起 認識出體者 一起試 為什麼你不做這個實驗呢 不是你兩個認識 然後睡在一起出體 一定會看到對方 怎麼試 什麼是實驗 我覺得可以試 但問題是 為什麼理論 我不認識 我認識 我認識 你認識 你認識 我認識 那你不跟我試一次嗎 我都說不懂 我都不懂 那兩個不懂的 就可以試一次 對呀 那你們就快試 如果聽眾 這一刻突然開機聽 都不知道我們說什麼 他真的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說出體嘛 不知道試什麼 其實理論上可以 但實際上很難做的原因 就是 出體是需要一些準備的時間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要調整你的睡眠時間 令自己進入一個 又半夢半醒的狀態 但這個時間 每個人有點不同 所以 有時候 我很容易進入出體狀態 但即期可能還在等 等進入狀態 所以 就的時間就很難 真的 你好像在賣 不知哪個產品的廣告 不是 賣我自己的廣告 不是你的廣告 多謝正 怎樣 這個出體者 你不是很容易遇到的人 遇到的話 你一定會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會看到 她那個 因為她很聰明 她的狀態 跟你一樣 這麼清醒 而且 因為出體的時候 是用心靈感應溝通 她想什麼 你就會馬上知道 她可能會透露 這個人是誰 沒有理由出體會遇到這些 類似的 你讀到她的心 你就可能會知道她就是出體者 有些蛛絲馬跡的社會 好了 最後一種 我們會遇到的就是 所謂的靈 靈高 靈高 咦? 高靈 所謂的高靈 高等的靈體 那 就是 天使 或者守護天使 或者 嚮導 或者守護靈 這些 那 你一看到的話 你應該馬上知道 因為 為什麼呢 她的能量很純正 真是純白的光芒 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有看過一些宗教的名畫的話 你就類似這樣的圖像 一分鐘是 有一個人的形狀 後面有些白光 射出來 這個特技很容易做 是不是 打一下燈 白燈後面 你站在前面也可以 打一下燈 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你在修行上 或者精神能力之上 去到某個程度 你就自然有機會看到 這些高等的靈體 或者一路照顧著你 那位天使 所謂的守護天使 如果她出現的話 可能她會有些事情 去指點一下你 指點你以後的路途 又或者 如果你有一些人生的問題 你就可以盡情問一下她 這個就是我們的親身經歷 可以說是關於靈魂出體 阿積奇 你是不是遇過這種情況 我也遇過 但是 我那一刻 我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你那一刻 還是什麼都不懂 可以這樣說 但是 已經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因為那次 基本上 是我第二次 有意識地去做 靈魂出體的動作 你見到什麼呢 當我出來的時候 我就拼命地向上游 動作是好像游泳 想飛上天上 然後飛上去的時候 我看到有一群 真的穿著白色衣服的外籍女士 你想說 為什麼是外籍女士 真的 全部都很漂亮 金頭髮 有些金頭髮 有些啡頭髮 我最記得有一個是紅色頭髮 很漂亮的 但是在雲上 又穿著白色的 對 穿著白色的連身裙 類似的 類似的 我還記得 很記得 跟其中一個 我說紅色頭髮很漂亮的 騙手 有什麼感覺 那個感覺就好像 你有沒有感覺到 為什麼每個人都這麼漂亮 只有我自己 只有我這麼醜 你真的很醜 我沒有這麼說過 只有我自己比你們更加漂亮 像自戀一樣 突然間 碰到她那一刻 好像有些電流過手 那個感覺 很有趣 然後 其實跟King說這件事 King說其中一個是我扮 扮鬼妹 漂亮 跟其他人分享的時候 其他人就會說 那些是天使 但其實我那時候 真的沒有想過 是這件事 究竟是還是不是呢 都… 扣植不了 但其他人如果撞到King的話 這個人很醜 不是 這個是不是魔鬼 他以為我是那些 是亡靈 希臘的天神 又大隻又英俊 又英俊 你像雷鎮子 對 雷鎮子 是嗎 是嗎 對 你被勾一點就是 鬼故王 嘩雷神 是中國雷神 不是科那個雷神 我以為是魔法裡面的雷神 有些相似 完全沒有關係 我們靈魂出體 裡面所見到的所謂 存在 通常我們不用鬼 這個字 很豐富 沒什麼所謂 就說到這裡 其實… 不要停 繼續 我真的很想聽 我也很想聽 因為今天還有一些資料 比較有趣 就是 原來傳統上 真的分了很多種不同的鬼 有多少種不同的鬼 有鬼故王 首先 有鬼太座 有鬼強 鬼故王 鬼強 鬼太座 這麼多鬼 我都改名叫鬼人 鬼人 鬼傾 鬼人 鬼傾 其實如果根據佛教的概念去看 在《大狀經》裡面 其實《大狀經》裡面出來 有一個叫《正法念柱經》 《正法念柱經》 其實在《六道》裡面 每一道 即是六道輪迴裡面 每一道他們的架構是怎樣的 今天我們會抽回《正法念柱經》裡面 講《惡鬼道》 拿出來講 其實《惡鬼》 其實《惡鬼》 就是在鬼道之中 最低那級 鬼道其實分很多個level 其實嚴格來說 他跟這個叫阿修羅道 或者在一個天道來講 其實已經是很接近的 為什麼呢 原來很有趣 大家有沒有想過鬼是什麼 人死了變鬼 如果根據《六道》輪迴裡面 有些人死了 他不是變鬼 他可能上去做天人 上了阿修羅道 或者上了天道 或者做了畜生 或者做了畜生 或者做人 其實鬼道 有些人會跟鬼道 和地獄道 會聯想在一起 是啊 我也是這樣想 究竟這個叫 《六道》 鬼道 你也是這樣想 我也是這樣想 真的嗎 究竟鬼道 鬼道那些是鬼 地獄道那些 又是不是鬼 是啊 尤其是十八層地獄那些 就最厲害了 沒錯 其實大家有分別的 在下了地獄道 其實是沒有自由的 還有只有受苦 就沒有享樂 在鬼道裡面 就算你是我鬼道 因為鬼道分很多層 其實跟天道一樣 天道來說 我們分了28重天 其實鬼道也是這樣分 他們是有自由的活動 而且他們會有喜悅 和苦難 都會有的 就不同地獄 地獄只有苦難 只會受苦 他不會有開心的一天 這樣有沒有辦法轉上去呢 首先 如果在鬼道裡面 鬼道本身是有一個仇命 它仇是五百 它仇五百是很有趣的 你認為仇五百 是否等於五百年 祝奇呢 我也是這樣想 五百年 如果仇五百 沒理由五百天這麼少 五百個小時 其實是五百年的 五百年 不過五百年 跟我們五百年不同 五百年就是 我們人間的一個月為之一日 嘩 那豈不是更久 三十倍 這是一個非常久的時間 它所謂五百年 即是你要服刑滿五百年 你就可以走了 當然啦 你在鬼道裡面都可以收成證果 你也有一個捷徑 有索契去做這些事 正如你所說 你去到鬼道已經沒有開心的一天 你還要怎樣收 鬼道都會有快樂 因為鬼道有level 一般最低層的就是鵝鬼 一路上去 一路有很多種不同的鬼的存在 去到最大來說 有些財鬼 小財鬼 大財鬼 甚至叫鬼神 去到大財鬼 其實已經等於神 鬼有鬼的通 神也有神的通 大家兩者來說 他們都有一種法律 其實在六道裡面 只有鬼和天人 他們是有神通 鬼聽起來很有趣 鬼是夾在人 有人在中間浪著 但人沒有神通 人經過修煉才會有神通 但鬼又不同 天然地有神通 都要修 但他們基本上是修五通 在修五通裡面 他們就要用他們的方法 可以快些修到通 就可以快些 可以再上一級 那怎樣修法呢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再說 渺渺驚心 殺到埋身 黑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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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回到我們的百鬼夜行 最後這一部分 要講完很多種不同的鬼 講到餓鬼界的鬼 怎樣去修他們的鬼通 是不是這樣說 修鬼通 修了鬼通之後 他們的能力當然就會大 他們是不是都要做一些修煉 修行 因為做鬼都可以做一個好鬼 鬼不一定是一個壞 大家有沒有想過鬼的形象是怎樣 不然是怎樣 我們要用的實體靈去說 基本上他是鬼 不過你不知道它是鬼 其實可以飛過你家的一隻蜜蜂 可能也是鬼 一隻烏鷹也可能是鬼 蛤? 那我經常在地上看到那些蟑螂 也有機會是鬼 難怪我這麼害怕 所以在一堆蜜蜂裡去採蜜 裡面有真蜜蜂和假蜜蜂 咦? 即是所有動物還是昆蟲? 其實鬼有分很多種 有一種是蟲鬼 它就會化身成蟲 其實它的食物跟真的蜜蜂一樣 都是花蜜 所以混在一起吃花蜜 因為鬼要吃很多不同的食物 不同的鬼吃不同的食物 在經文中提及過 有36種鬼 大家吃的食物都不同 不過吃的方法也很特別 其實我們分了四種吃法 我們說鬼 鬼那種食法叫足食 人那種就叫分食 人和畜生都叫分食 分開一個段去吃的 一頓餐吃的 但是鬼就叫足食 碰到就當吃了 就叫足食 然後到天人 它的食物又不同 有些叫獅食 有些叫色食 色食不是很適合色食的 懂食食用意識去吃 就是那些不需要真的吃的 師食就是天人 就是師食 它想到就等於吃了 咦?就是用思想來創造出來 鬼就碰到就算吃了 就是足食 我們通常傳說之中 就是鬼會舔 就是這種 這種就是足食 它碰到就當吃了 那聞香那些呢? 都是足食 都是足食 沒錯 都有幾分 因為這樣而產生了 有36種鬼出來 我當然不會說 因為鬼的名字都蠻有趣 現在的名字不是一個正名 如果你真的根據這個 正法廉柱經 它有一個正式的行名 但為了方便大家記 親民一點 就出了一些白馬名 你留意這些白馬名 很多都跟食字有關 食什麼食物 看見是食水鬼 食水鬼當然現在是食水 可以開一個飲食節目 然後改名的主持人 都可以 36道菜 另一種是吃血鬼 親是吃血的 吸血 它不是吸血 它就在逃場 逃場 逃場 豬湯牛也好 豬湯牛也好 就有血放出來 它就吃那些血了 有一種其實不錯 大家有時候聽過 在家裡不要播佛經 會惹鬼你 因為其實真的有食法鬼 食法鬼 它的食物就是吃你們念的經 那如果是抄經呢? 抄經也是一種法 它一樣會吃 OK 但其實不需要擔心 其實這些吃得法的鬼 其實是造成一種修痕 它一定不會害你 它害你就不會去吃法 明白 另外 會有一些聽起來 你覺得很噁心 有些就叫做 食吐鬼 食睡 睡便 有些叫食唾 什麼叫唾液 為什麼要吃這些東西 這就是跟他前世的那個 那個因果 那個果報有關 他作一個醃 即是食睡鬼就是平時order store 我想是他做了一些壞事 所以這是一個懲罰 這是你們世俗人想的概念 可能他覺得很好味 很好味啊 他想不好味都不行 因為他只可以吃那些 他只可以吃那些東西 其實很慘 他不可以吃其他東西 但他可不可以選擇不吃呢 肚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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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吃就變成肚餓 你每天都要受肚餓之苦 這樣更慘 但其實吃慣了 他又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但是 傳說之中 跌入了餓鬼界 就是怎麼吃都會餓 根本是吃不到 因為進到餓鬼的程度 其實已經像地獄 地獄 你下去的時候 他們一抹大口就燒了東西 燒了東西 根本吃不到 就算吃到內喉嚨 已經有些大的毒瘡 已經痛 根本跟沒有吃東西沒有分別 所以這一種是挺慘的 如果你跌到最低的 level 當然沒有一種鬼想跌到最低的 level 唯有做了鬼也好 都要值得 在鬼界裡收痕 令到自己在鬼界的 level 升高一點 升高一點 都可以吃 因為我吃睡 我吃這個 我都叫做可以吃 你升高一點 可能會變成吃水 這樣就不需要再吃分別 不要那麼髒 所以我們很幸福 一會兒去宵夜 我聽到鬼鼓王說這些 我其實處心積慮想搏 我這樣想想 我真的說得很有道理 你想搏什麼 他想找東西來搏 他想找東西來搏 還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鬼可以分享 有很多的 大家常見是吃香鬼 吃火鬼 即是你燒香他就吃這些香 即是都是特定一種鬼才可以吃香 不是的 不過吃香鬼就是專門吃香 這些東西吃不到 只可以吃香 OK 即是你放在旁邊的橙和燒肉 那些就不可以了 如果我們點電香和微煙香 那他就沒有份 如果吃煙就不可以了 現在有些新科技的電香 我這樣說 因為我們現在點了這些 他吃不吃到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不是這個level 我們不是這個level 不過在我直接上覺得 根本改樣就不是那些東西 絕對不是 那些裝飾品來裝飾 所以我覺得那些是吃不到的 另外還有一些很有趣的吃蜂 這些是不用人家吃蜂 即是不用人家燒給他 吃蜂 也不需要像去逃場去吃血 也幾乎自給自足 挺再生能緣 這個不錯 其實鬼就不要經常打算吃 大家想著鬼是住在陰暗或地下空間 其實有一種鬼叫地下鬼 它只能在那裡生活 那會不會地下鐵會比較多呢 所以會比較多 真的嗎 這種鬼真的不能見光 那色色鬼呢 色鬼其實也有 這種其實是肉鬼 肉鬼我們叫做色鬼 其實它是不是真的色色 我們不知道 只不過它對於肉念是特別強 有色色的人就會有這種鬼 說到什麼鬼都有 又或者是裝飾你 渺渺驚心 殺到埋身 黑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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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逢現在農曆七月節 當然要講一個關於盂蘭 盂蘭節這個月裡面發生的故事 其實這個都幾年前 話說我曾經有個朋友 我給他一個名字,叫他John John就是在澳洲讀完書回來的 幾年 有一次就是他的朋友放暑假 其實放暑假 大家剛好經常遇到盂蘭節這個月份 很多時候都會坐著 不是,是一定坐著 對,對不起,是一定坐著 他有五個朋友 從外國回來的 他們是ABC,土生島長 在澳洲那邊 但是是華裔的 回到香港 阿John當然是盡地主之言 跟他們出去喝酒 玩一下 當然他們都是晚上出街 晚上當然會看到 人家有很多不同的製品 在街上燒街衣 ABC他們基本上 對這方面的概念不大 當然是笑一下別人 甚至乎有人去摸一下別人的東西 研究一下 其實 也未去到踢爛他 或者去搗亂 都是恥笑一下 那好了 照他喝酒 喝完出來之後 其實酒醉也有三分成 不是說他不是去到爛醉 不是去到爛醉 他們就離開酒吧的時候 其實就去到一個後巷那裡 其實這個地方是銅鑼灣的 在八德星街那邊 是有一個比較闊的 攔罕近的士站旁邊 我想大家都有些印象 他們去到那裡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朋友 不舒服 吐 吐一定是指定動作 走進後巷那裡吐 扶著 找一些暗角的吐 其實他吐之餘 朋友都在笑 捐話 總之大叫 只在書法的罪意 其實阿John 他也保持一點點罪 但不是太罪 他也保持清醒 比較冷靜 因為他覺得失禮 但其他那些很盡興 其實朋友那些 因為你吐 你不是吐完就算 可能又要一會兒 又要休息一會兒 又要再吐一會兒 搞一會兒 另外還有三個朋友 然後就是去廁所 不是去廁所 而是去廁所 在原地那裡 原地廁所 即是後廁廁所 其實現階段的年輕人 其實都很普遍 剛才剛才 鬼鼓王咪喉 都說 我寧願到處去廁所 我都不會 都會的 他去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 這個阿John 就沒有去的 因為始終他覺得 他在香港住 他自己有那個概念 嗯 是不想太過 即是放縱得太緊要 嗯 他們一直都是保持 即是 你又沒有理由 罵你的朋友 對嗎 大家一起出來玩 他們都是開玩笑的 這樣說 好像我一樣 都是開玩笑的 誰知道真的出事了 就怎樣呢 是嗎 是的 他去 柯尿的朋友 就相繼 就突然間在地上 那裡 蛤 不是就這樣 那麼簡單 他在自己的尿 那裡 蛤 那個地上已經髒了 對 他還在自己的尿 那裡 嗯 即是可能臉 或頭髮 衣服都會碰到 即是 是不是真的醉到這樣 最初不是醉到這樣 是的 因為他們本身 酒醉也有三分省 剛才說 是的 如果他完全難醉 他直接連廁所也不會去 即是尿也不會去 對 他們突然間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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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又不是發揚調 OK 然後 最恐怖的事情出現 吐那個 突然間衝了出去馬路 那裡 你猜他在做什麼 你猜他在做什麼 他在做什麼 他在吐 他在吐 肯定不是 他在吐完 捉都捉不住他 出去了外面 大叫 接著吃街邊的製品 他不只是吃肥豬肉 糖 花生 不只是這些 他連蠟燭 都放在那裡 連香灰 牙灰 都放在那裡 接著他朋友真的按住他 你幾個點尿 不管他有沒有生命危險 但是那個人真的要捉住他 因為不知道他會不會再衝出馬路 被車撞 那些 後來就弄到佈了警 就捉了他上車 直接捉住那隻 是 其他朋友 當然 有些警察 有些慢慢坐坐坐 就恢復知覺 是 那個朋友送去完 是 接著呢 那 那點一下點一下那三個呢 就是有警察 坐在路邊的時候 可能再慢慢恢復知覺 是突然一下子發生的 那有沒有後續說那些醫生說什麼 沒有理由說他鬼上身的醫生 其實他去到醫院 他瘋了之後 可能打了一些鎮靜劑之類的東西 其實令到他平靜了 即是慢慢開始有些平靜了 但是呢 這個朋友 即是即晚出到院了 沒有什麼特別 即是你不會解釋得到 你唯一解釋的 就是他 曾經恥笑過這件事 但是 因為那個 阿John 其實他跟得我講的 他知道我是殯儀中人 當然是認識一些師傅 即是一些法科的師傅 問我 他這樣 即是他當作閒聊天 其實就是 因為他隔了幾天之後 他隔了幾天之後 他是跟家人逛街 他又再做一次 又再吃一次 對 然後不知道他做什麼 因為他整個星期 先回澳洲 還有一個星期 那他就來問 即是跟我說這件事 問我為了什麼問題 這樣那樣 因為他知道我 譬如有做一些節目 還有聯繫一些不同的人 那我說我問一下 不知道什麼環境 幫他問一問 誰知道 一問 即是不問又止 一問 大家當然是以為 他問我他做過什麼 他照說他笑別人那些 原來他這件事 他又沒有去踢別人的東西 不是足夠導致他 去鬼傷身 這件事 其實原來他們那一晚 做這麼簡單的動作 捉住一張牆去 去吐 還有去吐 這個動作 其實因為大家 我想大家都 提到我之前說的 有些生活的小貼士 就是 大家在街上去廁所 或者吐 你都一定是捉住一張牆 通常有 你知道靈體最喜歡 就是在牆上 而七月節更加深 所以就因為這樣 而去招惹到這些事情 又沒有說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是沒有這個概念 而且都聚了 對 所以就問回這件事 事後也就是打糖齋 還有在那裏燒了一些衣紙 叫他做一些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平息了這件事 不過就因為你在銅鑼灣鬧市 雖然說是鬼節 但這種情況 那條行也挺闊的 你說那條行 他這樣撞到就真的很不幸 因為鬧市的機會是微一點的 不要說沒有 是微一點的 因為人氣比較旺 陽氣比較重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因為那句 去廁所不是一個大問題 之前要先說 不好意思 借一借 小弟忍了三急 借一借 其實他聽到 他真的會避開 突然間這樣 他撞下來當然不好 我還以為是吸引了那些 吃睡鬼 吃藥草鬼 他不會搞你 因為他吃他為了要飽 他不會搞你的 你明白嗎 但原來這裡也有記載 一個叫做疾行鬼 就是晚上那一刻 那種鬼 就會用身體靠著牆壁 而還行 雙腳就不黏地 很快的可以走 所以真的會有些鬼 特別黏著牆壁 所以媽媽小時候教來 不要像牆壁 不要像牆壁 原來真的有些道理 原來真的 還有他也有說 原來他當時身上 他帶了很多飾物 即是外國人 叮叮噹噹的 對 叮叮噹噹的 其實他說這個也有影響 真的有 會吸引到 會吸引到 當然他有分 清脆和不清脆的聲音 你問我的 散指聲 鑰匙聲 我覺得不響就最好 OK 今天我們說了很多關於鬼的資料 希望各位也有一個平平安安的農曆七月 我以為你說有一個愉快的月蘭節 愉快的月蘭節也可以 平安又愉快 收聲 我們明晚繼續有黑心臨 拜拜 好 好